大家好,我是多文大叔 这是一个分享棒球、流行、AI、动漫资讯的频道 观看影片前,也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哦 您的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 近年来,有许多年轻好手选择高中毕业投入选秀 其中获得第一子名的选手中 有不少最后成为了球队重要战力 像是目前的当红炸子机大谷祥平 巨人队的强打少年钢本和珍 今年旅美发展的吉田正上 75队的墙头高桥光成 75队的生有灾等 2019年日子选秀会 众多媒体目光都聚焦在两位高中毕业的投手身上 一位是获得杨乐多 版神巨人第一子名的投手奥川公升 一位是获得火腿、罗德、乐天 西武第一子名的投手佐佐穆朗西 佐佐穆朗西基本上就不用多说 有另一个怪物的称号 拥有163公里火球 去年球季就已经发光发热 展现了王牌投手的身手 而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 另一位当年被称作高校No.1的墙头 拥有超优异的控球 以及超零的稳定性 在高中就有高完成度评价的投手 奥川公升 奥川公升出生于2001年4月16日 出生于日本石川县河北市 身高184公分 小学二年级时 就开始接触棒球 中学时期加入了软式棒球部 2016年全国中学软式比赛中担任投手 最快球数可以达130公里 最后夺得全国冠军 高中就读新人高中 一年级春季就进入比赛名单 并在秋季的比赛中 作为主力投手回约 在二年级春季选拔时 他可以投出了144公里的球数 单任球队的救援投手 夏季夹职员的比赛中 他在开幕战担任先发投手 并投出150公里的球数 吸引了大量的关注 在短短几个月内 他的球数上升了6公里以上 秋季的北信越大会的比赛 曾经创下了连续14三阵的纪录 高三的澳川公升入选U18的国家代表队 第二轮首战队上加拿大的比赛中 主头7局 标出18次三阵 仅4亿分 这场比赛的前2局的初局全部来自三阵 使用滑球获得的三阵高达14格 犀利刁砖的滑球 把加拿大球员K的满头包 这一届日本队虽然只拿下第5名 但是澳川的好表现 入选了All World Team 高三这年的夏季甲子园地方御赛 许多传统名校落马 像是大阪同英高校就在地方御赛八强赛出球 而被外界誉为高校四大天王的投手 包含大船渡高校王牌投手 左左穆朗西 横冰高校及川雅贵 创制学员西纯石 以及澳川公升等人 只有澳川公升所属的新人高校 打进夏季甲子园大赛 甲子园大赛首人 澳川公升玩头9局 仅花94球 送出93阵 被敲3安无师分 一次保送 最快球速为153公里 帮助球队以比林玩风续川大学高等学校 晋级次轮 甲子园大赛第三轮 澳川公升这次立投14局 耗费165球仅41分 标出23次三阵 新人高校在延长在第14局中 靠着再建三分炮 最后以四比一击败自变和歌三 球队再度晋级 夏季甲子园冠军战 四大阪的吕镇社高校 与石川的新人高校进行对决 这场比赛澳川公升完头九局 被打出11支安打 失掉5分 中场吕镇社以5比3击败新人高校 拿下队时守着夏季甲子园冠军 澳川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 虽然没带领球队拿下冠军 但他的表现已经受到许多球探的关注 通算澳川公升在高中17全国大赛和地方大赛的成绩 总共投了129.2局 184夺三阵 944坏球 折分9分 防御率0.62 夺三阵率12.53 从成绩来看 他不仅是一位不容易失分的投手 而且四坏球率低 夺三阵率也高 这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控球能力 以及夺取三阵的实力 他的拿手武器除了超过150公里的直球外 还有带纵向变化的滑球 与超过140公里的直插球 其中滑球被球探誉为天下一品 变化幅度大 角度犀利 由于他能够灵活地控制各种球路 球探认为他的能力上已经远超过高中生的水准 也有球探表示 澳川的投球水平在高中毕业后的一年就能投出100局左右 取得10胜左右 新人高校的林建都表示 他善于观察打者并投出犀利刁砖的球路 成为职业球员后将成为他一个巨大的优势 2019年 日子选秀会上 澳川光深获得养乐耳朵 短神 巨人第一子民 最后有养乐多队抽中交涉拳 后来以签约近一亿 年薪1600万 附带激励奖金5000万元的合约加盟录团 背号是11号 2020年 他首年的职业生涯从二军出发 在二军的比赛中 他有着十分稳定的投球表现 总共出赛了7场比赛 投出19.2局 防御率为1.83 因为表现出色 于11月7日被登陆为一军成员 2020年1月10日 对战广岛的比赛 首次登板担任先发投手 但表现不佳 只投2.1局 被打出9支安打 两次三阵 15分 吞下了职业生涯的首场败仗 2021年从开幕战开始就被登陆在一军 为了保护他 前半赛季每隔10天被安排一次先发 在4月8日 再对广岛的比赛 投5局15分 取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胜利 但是3月和4月的表现并不理想 主投15局被激出25安打 防御率达7.20 然而 从5月份开始 他的职球的威力逐渐增加 变化球的控球上也有所改善 被打击率逐渐降低 并有连续7场比赛无四坏球的个人记录 展示出绝佳的控球能力 直到10月8日对板神的比赛 才投出14.1局以来的首个四坏球 这一年的赛季 最终在18场先发中 拿到9胜的成绩 在105的投球局数中 仅10个40球 夺久11次三阵 在整个赛季中 保持高水平的控球能力 三阵四坏比高达到9.10 非常优异 季后赛中 奥川公升也20岁6个月的年纪 拿到完丰盛 成为赛史上最年轻的记录 并也20岁的年纪 获得了季后赛的MVP 超越了2007年 太平洋联盟的打笔修友 成为了两个联盟中 最年轻的MVP获奖者 最终球队也成功夺冠 这一年虽然没有获得新能王 但也获得了新能特别奖 在休赛期的合同更新中 获得了2000万日元的加薪 估计总为3600万日元 在2022年球季 奥川公升除了在开幕战先发 对巨人登板后 就被下放到二军 当时就传出上半身状况不佳的状况 在7月份 也曾被诊断出COVID-19 使得这个赛季就一直没有再出赛 最终这个赛季仅出赛一场 在日本大赛结束后 也传出可能要接受 又走任带重建手术的消息 年底的合约更新 被降低900万日元 年薪为2700万日元 此外 在同年的休赛期 养乐多将把象征王牌投手的18号 交给奥川公升 成为未来养乐多的王牌候选人 目前受到右手走疼痛影响的奥川公升 担心任带手术会无法恢复至100%的状态 由于有许多未能恢复到 受伤前状态的失败案例 像大谷祥平 打笔修有等在进行套秘障手术后 表现提高的投手并不多 奥川公升不想因进行套秘障手术后 会有一年到一年半 无法上一剧投手秋的缘故 选择使用自然疗法的方式 先找出不痛的投球方式 养乐多队监督高精诚武也表示 听到二军教练回报 奥川目前球投得很犀利 是入团以来最好的 但是 目前不会考虑把他放到一军的先发轮值 认为棒球人生还很长 不应操之过急 拥有卓越才能到奥川公升 我认为他是一位未来能成为王牌的人才 2023年4月 也已经看到他可以在二军出赛 相信这位的王牌候选人 会在回一军球场发光发热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